大家好,我是蔚来汽车战略新业务数字系统的架构师蒋旭辉 大家好,我是华为云计算的云原生开源负责人王泽峰 今天能够很高兴地在这里 谢谢 今天非常地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云原生领域全新的落地案例 如何把云原生的技术用在电动汽车里 通过云原生来加速电动汽车软件的创新 蔚来是一家全球化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 于2014年11月成立 致力于通过提供高性能的智能电动汽车与极致用户体验 共创可持续和更美好的蔚来 蔚来坚持核心技术的一个正向研发 建立了由12个领域的技术站构成的一个蔚来技术全站 具体到我们的数字系统 主要有三个业务方向 一个是负责整车的一个功能架构设计 第二个是负责整车的智能网联功能相关的开发 第三个是负责整车的一个集成测试 我们团队的侧重点其实是在车端的软件开发 开发的功能应该相对来说 还是属于汽车的传统业务范畴 但是传统的业务在新的行业变革里 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新的挑战 具体来说硬件基础其实决定了一个软件的形态 随着车载算力的一个不断增强 车端软件的数量也在进行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这张图其实是博士2019年提出的 整车电子电器一个架构的眼镜图 当前的新能源汽车应该说已经有一部分 达到了一个3.0的时代 即区域控制器和中央电脑为主宰的一个时代 在向车云计算的一个眼镜的过程当中了 有一部分功能其实已经实现了一个车云协同 整个基础3.0架构 其实汽车行业现在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就是软件定义汽车 软件定义汽车其实是SOA架构和中央计算单元的 一个架构的结合体 其中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央计算单元 当前的中央计算单元 其实已经融合了座舱 网联和自驾的一个能力 在我们规划整个中央计算单元的时候 一开始其实就把云端的能力 当成了我们整体平台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了一个车云一体化的设计 像我们数字系统团队 在这个里面其实也负责了一个 智能网联和工具链的开发的部分 在智能网联的一个研发环节 其实当前的环境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和一些变化 第一个是软件的一些研发周期开始变短了 汽车的换代时间由以前的8年左右 现在到提高到了现在大概一年多 然后随着软件的一个比重的增加 其实交付后的一个更新已经也成为了一个必须项 同时一个汽车除了一些硬件化的差异配置以外 其实软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差异化 为了实现一些软件上的一些千人千面 其实也需要平台提供一些定向推送的能力 而另外像我们的测试方法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传统的汽车厂商其实作为一个软件集成商 它做的更多的是一个整车的一个功能集成测试 现在汽车厂商的一些软件自研能力 现在也在提高 测试的复杂度也是大幅的提升了 这些变化其实也带来了测试上面的一些成本的挑战 前面提到的中央计算单元集成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多 像跨领域的团队协作现在也是越发的频繁了 像车和云之间网联和自驾 还有座舱团队的一些交叉协作 现在是越来越密切了 同时汽车的一个软件开发 现在也在引入一些互联网的一些模式 由传统的V字开发模式 现在转变到了V字模型和敏捷开发混合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云端软件 在整个云平台的部分 大量的企业包括像蔚来汽车 都已经拥抱了云原生 应该说享受到了整个云原生的平台 和生态的巨大好处 而在车端的软件平台而言呢 其实拥抱云原生 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技术的维度来说 我们利用容器的镜像的分层的技术 可以方便地去做好软件的依赖的管理 去捷偶开发和维护之间的配合的问题 那么像整套的平台技术站 它的灵活的编排和动态部署的能力 可以很好的解决车端软件之间的 部署运行的依赖问题 而我们知道其实像Copernetis 它的应该说它的捷偶的可扩展性 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而从生态的维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整个的云原生的技术站 大量地基于开源软件来去构建 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厂商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 他们的互操作性很强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中 已经有大量的从业者和人才 可以很快速地去帮助像汽车软件这样的行业 去加速他们的业务创新 但是呢其实如果将现在的云原生技术 赚了原封不动地搬到车上的领域呢 其实还存在一些挑战啊 第一个像车端的一些算力成本 其实比云数据中心和消费电子 其实都要高很多的 车上呢其实是一个车柜级的芯片 然后汽车的一个接入数量呢 基本上都在数十万到数百万的一个级别 然后对于平台本身的一个管理规模呢 其实它也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还有呢是汽车的网络环境 其实它是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 它经常处于地下室隧道等等的一些无网络环境 或者它本身的一些高速移动的状态呢 其实也会表现为网络上的一些高岩石 高丢包的一些现象 我们在经过大量的技术选行和调研以后呢 后面我们发现CoopEdge 它其实可以非常好的帮我们解决这些挑战 所以呢我们也选择了以CoopEdge来作为核心 来构建我们的测云协同系统 那作为一个专为云边协同开发的平台 应该说CoopEdge其实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 各种各样的变人场景的它的特殊性 我们使用CoopEdge来作为控制面 并且将CoopEdge所有的增强能力 也通过CoopEdge原生的API来提供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帮助用户融合 原本已有的云数据中心 与现在的车的边缘的生态 那么在边缘的受限环境中呢 CoopEdge其实在完成自身轻量化的基础上 还提供了用户自定义裁剪的功能 方便用户去适应它不同的资源的需求 并且CoopEdge提供了节点级的原数据持久化 可以很方便地去实现业务和应用的离线自制 CoopEdge在云和边缘之间 其实它提供了双向多路附用的消息通信的通道 来去替代原来的CoopEdge节点和它的控制平面的连接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地去放大API Server的连接数 来去适应大规模以及若网环境的这样的挑战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蔚来汽车 其实是如何利用CoopEdge来解决这些挑战 蔚来其实在这边呢 引用了Kubernetes加上CoopEdge 作为一个我们的整个技术底座 来构建了整套的一个车云协同平台 在整个方案中呢 其实最基础的环节 其实是车端应用的一个容器化 有了容器化的一个分层依赖管理呢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运行环境 提供对应的基础镜像 借助镜像的一个屏蔽 借助镜像来屏蔽底层的一个环境差异 而且这项呢 也有助于一个团队的一个分工协作 基础设施团队呢 它只要可以很方便的一些管理环境依赖 然后应用开发团队呢 它可以聚焦于应用开发的本身 实现一次开发到处运行的一个效果 在完成容器化以后呢 我们也在车端引入了CoopEdge 将车端的容器应用呢 也纳入到了API Server 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 CoopEdge给车端带了一个容器应用编排能力的同时呢 它本身的资源占用其实相对来说也是很少的 并且启动的时间也是非常少 所以它也是可以满足车端的一些软件的使用场景的一些需求 同时借助了CoopEdge的一个离线自制的能力 我们在弱网或者断网的环境下呢 其实车端软件也可以做到一个稳定的运行 和一些故障的恢复能力 那么在量产车型大规模接入的这个场景中 其实我们需要实现高出传统云数据中心好几个数量级的节点介入的规模 并且还要去应对节点它连接的这种潮汐效应的问题 在CoopEdge的云边通信机制中 配合车端的持久化存储 我们实现了全时段的增量的同步机制 可以非常有效地去降低车子在启动 以及像断连恢复的这样阶段的对网络的冲击 并且可以优化它在车子与网络去连接和同步状态过程中的持续的开销 通过云边双向多路附用的这个机制 CoopEdge突破了APS Server的连接数 我们可以动态地去让边缘的汽车去找到最适合接入的点 来去实现大规模的边缘的汽车的接入连接 CoopEdge其实它将Kubernetes的像Node、Pod等等资源 在边缘在车端运行也实现为Kubernetes原生的API 屏蔽了车端与云端资源管理的差异 对于业务系统来说 它可以非常方便地去管理车上的容器应用 而不需要感知这些的应用和资源 在不同环境下应该如何部署等等具体的一些细节问题 刚刚介绍了一个我们平台的一个整体翻 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未来在上面的两个实际的落地场景 第一个呢其实是电池汽车上面 新能源电池呢其实一直是用户比较关心的重点 未来在电池安全和电池健康方面呢 其实也一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做了一个更优化的体验 除了电池本身的一个技术眼镜之外呢 还运用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来预测和分析电池的健康程度 从而优化一些电池策略提高电池寿命的一个效果 那在具体在工程测呢 由于成本和一些网络的限制呢 数据分析团队呢需要将车和云端的同时的算法结合 来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边缘的算法其实是部署在车端 做一些特征提取类的功能 然后呢云端呢 其实做一些时间序列的一些数据分析 那基于这个场景呢 其实我们也是创新性的使用了云原生技术 在整个算法的开发阶段 算法开发的同时 使用容器化的方式 为我们的边缘计算的算法做开发 然后最后呢统一使用一个容器的镜像打包 通过K8S去部署 然后在开发完成以后呢 到了工程验证阶段呢 算法团队只需要去切换一些依赖的一个基础镜像 就可以将边缘算法容器应用呢 批量的部署到一些我们的工程车辆 进行一个算法的验证 在整个验证通过以后呢 整个算法的主体相当于算开发完成了 那算法团队呢只需要根据目标车型 替换对应的量产的一个基础镜像 就可完成一个量产包的制作 而它在过程中无需关心车端的一些运行环境 系统版本这些细节的问题 我们除了在工程开发这样的方式下 用一下云原生的技术呢 其实我们在测试的软件测试 也引入了一些云原生的能力 来构建了我们整个车端软件的一个测试管理平台 车端呢其实测试呢它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呢是Daily Build的阶段 我们主要是一些在云端运行一些测试用力 主要是做一些软件接口层级的一些日常测试 还有呢是零部件集成的一个测试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在测试台架上 运行我们的功能测试 还有一个是到我们的整车集成阶段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在实车上去运行 一些我们的测试用力 在过去呢其实我们的测试台架资源 主要是离线的人工方式管理 然后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不能充分利用一些台架资源 然后实车和台架本身呢 其实也具备了一些较大的环境差异 然后每个测试阶段呢 其实它的测试环境也是比较孤立的 很难以覆盖组合场景的一些测试需求 现在我们引入云原生以后呢 通过了K8S的统一监控和管理呢 其实可以很合理的安排一些测试任务 提高我们的一些测试台架的资源利用率 同时呢我们也创新性的把一些test case 也做了一个容器化封装 通过了一些K8S的Job调度机制呢 可以非常灵活的把我们的测试用力 放在我们的不同的环境下面去交叉执行 然后呢可以使我们的测试用力 覆盖了更多的一些场景 通过以上两种的一些应用呢 其实我们这边主要获得了三个方面的提升 第一个呢是在开发速度方面 平台提供了统一的容器化环境 和依赖的管理方式和部署方式 降低了整个的开发门槛 提高了一个开发的效率 第二个呢是在软件质量层面 平台提供了一个多环境节点的一个统一管理 可以支持规模的自动化测试 并且是自动执行 在使用成本上面呢 整个平台其实它的门槛是 学习门槛应该说是很低 因为它大量的使用了成熟的技术 而且灵活的发布策略呢 也使得整个平台的架构的硬件环境 可以非常高效合理的被分配和利用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个分享 首先车载硬件和算力的提升呢 带来了车端软件的一个新的发展 在车云协同的当下呢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技术 来支撑汽车软件的一个持续的引进 其次呢 蔚来汽车基于Cubernetes加CubeAge 开发了一个云原生的车云协同平台 并且呢是首次搭载于我们的一个量产车型 这是云原生生态领域里面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 那么通过今天分享我们看到 其实整套的平台应该说给车企带来了 开发效率团队协作等等方面巨大的帮助 但其实在整个的车端软件的开发和串新来说 其实今天的分享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尝试 应该说后面其实还有非常广阔的值得探索的空间 而在CubeAge社区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相关的一些讨论 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后面与大家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一起来推动云原生技术在更广的领域的深入的发展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